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横呢 比它起笔略长 收笔基本上是相差不大的 然后我们再写树片的时候看玉树先横 顿笔之后先向下写 跟第二横交汇之后 我们再往下写的时候 注意它的弯度中锋运笔 注意它的弯度 然后我们在交叉点上出笔 写这个那画 一 二 平出那角 这就是我们夫字写那的写法 跟着老师再做一遍 提 按 收 回封 顺势第二横就写出来了 左放 右收 左边要长出来 右边要收住 然后我们再做下一笔 皮儿呢 前面是树 直着向下 不变 跟第二横交汇之处 再往下 跟第二横交汇之后 再往下 我们看它的弯度发生了变化 平着向左撇出 注意它是平着向左撇出 不要把它写的向上卷 应该是平出的 然后那也是这样 斜着 顿笔 也是平出那角 也是平出那角 不要把皮儿往上卷 下面我们再做一遍 第一横 第二横 第三笔皮儿 最后 钠 顿笔 平出 我看很多东西都已经写完了 好 那么我们下面 再看一下最后一个支字 支字里面的那是什么那啊 大声告诉我 是平那 因为平那讲究的是一波三折 非常好 讲究的是一波三折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支字 老师是怎样写的 好 下面同学们跟着老师 一起来对支字进行练习 我们看第一笔的位置 点写在上半格的中间位置上 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学过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老师的书写进行预习 将来我们讲过这个点之后 相信大家一定能写的比现在还好看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笔 提上去 跟下一笔要做到的是笔端以连 这笔写过之后 顺势我们就完成了 一波三折的平那 一 跟这笔接上 二 顿笔 把笔号铺开 然后 三 见形见题 那么有的同学会问 一 和它接上 没有参照物 二 顿笔 到什么地方顿笔才比较好呢 请大家注意观察 老师是把第二波做到了上面笔画的最外延 然后顿笔凭着向右出风 这时候 那的长度基本上是符合要求的 下面看老师 咱们再做一遍 第一笔 我把点写在上半格的中间 然后 后两笔呢 要做到的是笔端以连 这两笔的夹角越小 我们的字就会越紧凑越精神 所以大家注意我们写的时候呢 这两笔的夹角应该是小一些的 这笔写过之后 好 顺势 一波三折的这个平纳就开始了 第一个波 然后我们来看到第二波 和上面基本上能对得上 我们再平出纳角 这个只字字就完成了 同学们 你们是按老师说的去做了吗 下面老师去看一看你们写的情况 没事 好 写 再继续写 写到它的外沿 对上面笔画的最外端 再凭着向右出风 好的 然后看 这个字基本上写得不错 然后大家看这点的位置 再往下来一点 这次就紧凑了 另外呢 这里边的笔画的距离 你去看人家的笔画的距离 比咱们要小 比咱要近 对吧 我们的笔画距离也要再近 然后一 二 在这呢 你画一条线 最外沿 勉强到这 然后你在这 顿笔在这 再出风 是不是会好一些 对吧 另外呢 就这块要再紧凑一点 就更好了 所以我们写字的时候呢 欧体字是中宫紧结 在这个地方要写得紧才好看 好吧 同学们 你们都写好了吗 下面我们来看 课堂上这几位同学的练习 首先我们来看 这位同学的练习 他呢 利用了双钩 对笔画和这个字 进行了初步的认识 然后呢 又利用单钩的方法 在掌握了笔画 写法的基础上 对这个字进行认知 到了第三个格 他开始用了临摹 格林的方法 下面我们看 格林是反映它 双钩和单钩效果的 这个体现 那么我们看他写的 基本上写的还是不错的 只是这里面要注意中锋用笔 中锋用笔 双边如界 界线的意思 就会写得非常干净 利落 纳画写的还是不错的 一 二 平出纳角 做得非常好 非常完美 然后我们再看 孵字 前面的双针钩 基本上也是符合 老师要求的 在写的时候注意 我们的皮 老师讲过 皮写的时候呢 要注意 长度 斜度和弯度 看看我们的皮 弯度 然后今天我们讲的是 那话 我们来看他写的那 不算太理想 软笔书法 判正确的是用圈 那么判错误的呢 老师就用了一个杠子 或者说叫一个点 那么在写那的时候 为什么不好呢 是因为他写的太粗了 太粗了 我们会显得臃肿 欧体字显得是特别精神的 特别受硬的 在唐朝 出唐以前 古人对书法的评价是 书贵受硬 使通神 那时候 对于书法的评价 肯定 在中唐以前 是要求受硬的 我们写的太胖了 所以显得臃肿 笨拙 希望下次注意 想改变它 那么你就把笔提起来写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支字 支字写的时候呢 大家看 点写过之后 位置是非常准确的 然后 这笔和这笔 是不是也写得有一些臃肿啊 再细一些 方笔 再清楚一些 方笔 要写得清楚 交代的清楚 这两个角 那么写的时候呢 这两笔的夹缝 夹角 越小越紧凑 越小越精神 那么这笔写过之后 顺势就搭上了我们 一波三折平纳的第一波 起笔就开始了 然后 第二笔 第二个节奏 第二个动作 到这 停顿 再平出纳角 也是显得比较臃肿了 你写肿了 我们说 胳膊肿了 腿肿了 是不是病态的呀 那么我们笔画 要是肿了呢 也是不好的 希望我们同学 要注意 要练的提笔写字 提着笔 还能把力量写进去 那样才好 好 今天的点评先到这里 下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书法知识是 指示字 什么叫指示字呢 世间万事万物 描画不尽 光靠着我们去画 来变成那种文字 远远不够 而且呢 很多事物是画不出来的 所以 相形字 既是和交流 就受到了很大的局限 于是呢 我们的祖先非常聪明 又发明了一种新的造字的方法 就是指示字 就是在相形字上 添加一个指示的符号 形成一个新的字 表达一个新的意思 新的含义 比如在木的上部分 加一个横 就变成了墨 表示的呢 就是树梢 那么在木的下部分 如果要是加一个横呢 就是本 本是什么 本就是树的根 表示树根的 也有的呢 是用纯粹的符号 来表达意思 比如说 上字 和下字 在过去呢 人们是用了一个最基准的横线 你看 他用了一个最基准的横线 然后在上面画一条树线 就成为了上 告诉你 那是上面 然后呢 在下面再引出一条线 他就告诉你 指示吗 下面 用横表示基准线 在沙上面加一笔 就是上 在他下面加一笔 就是下 下面分别是甲骨文 小传 凯书的 刀和刃字 刀是象形字 刃是指示字 你能指出指示字的符号 并说说其中的道理吗 看看我们哪位同学最聪明 能够指出我们指示字的那个符号 大家看大屏幕 前面是甲骨文 小传和凯书 这些是象形文字 因为他画的就像 这边是指示字 哪个是指示符号 看到吗 好 下面谁能回答 春君浩你来说 一个字是点 是点 是点指在了什么地方 刀的 上面 刀的上面 刀上面是什么地方 切东西用哪 用刀刃还是刀背 刀的下面 最锋利的地方 对吧 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刀刃 对不对 因此呢 那个指示符号就指在了那个位置 告诉你 那就是刃 好 请坐 同学们 本讲我们对欧提凯书的 那画进行了学习 在那里面 我们学到的知识有 斜那和平那 斜那是两条线构成的 平那讲究的是一波三折 希望同学们 回去之后 勤于练习 写好我们的那画 进而用那画 写好我们的汉字 本讲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